在李丕雁中 他是跑位艺势最出色的球员 不仅身体强壮 而且拥有良好的脚下技术 2016年的一场友谊赛 代表中国队首发出场 并且打入两球 成为国足史上最年轻首秀破门的国脚 他 就是国足未来封霸 张玉宁 本期带来张玉宁中超十大进球 第十位 2021赛季中超第十三轮 北京国安迎战天津金门湖 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 张玉宁在禁区内 左脚电射破门 颁平比分 第九位 2021年底 中超第十五轮 北京国安赢得脚球后 张玉宁投球破门 绝杀广州队 第八位 2021年8月 北京国安上海生花焦点站 开赛六分钟 张玉宁在禁区外 一脚重炮攻破生花球门 第七位 2020赛季 中超第十八轮 北京国安对阵广州恒大 北京国安两球落后之时 张玉宁凭借门前一脚电射 卫球队搬回一球 第六位 2020赛季中超第九轮 北京国安迎战武汉卓尔 比赛第四十五分钟 张玉宁在禁区内右脚失射破门 帮助北京国安扩大领先比分 第五位 2020赛季 中超第十六轮 第七十四分钟 张玉宁打入反超一球 助力北京国安逆转山东路呢 第四位 2021赛季 中超十八轮 在北京国安对战深圳队的比赛中 张玉宁进区内利用个人技术 施展梅西时摆脱过人 打入精彩一球 第三位 2019赛季 中超第22轮 北京国安迎战大连一方 张玉宁进区外再次施展精湛射数 打入至胜一球 第二位 2019赛季 中超第四轮 北京国安对阵江苏苏宁 比赛第20分钟 张玉宁凭借进区外的一角世界波 帮助北京国安首开记录 排在首位的是 来自2019赛季 中超第二轮的比赛 北京国安迎战重庆四位 张玉宁进区外被身拿球后 直接转身抽射 打入了精彩绝伦的进球 此球为张玉宁首例中超进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张玉宁的哪里进球 是你心中的number one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或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